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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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我想我们老百姓最关心 就是民生法案怎么办 我们关心是说 企业的竞争力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就特别为您邀请了 环球经济社的社长林建三 跟立法委员王玉敏 两位在我们的中间 我想先问一下 我们的林建三社长 就是说怎么办 当然最关心了 这个立法院9月17号 要开议 经过一个暑假 整个人是全非 那马上我们碰到 好几个很棘手的法案 其实我们在暑假的时候 就已经加开临时会了 好多的议题都大家吵来吵去 那现在最大意 我们就先问林建三社长 胡茂的协议 目前你觉得在 因为已经都跟人家签了 那这个立法院要怎么办 那通过跟不通过 它的影响会变怎样 我想我们像这个胡茂协议 看起来是只有两岸的 但是我们从它的内容 跟它机制的设计呢 实际上这个胡茂协议 也可以说是台湾呢 要加入跟其他国家去签署FTA 或者是我们要加入RCEP 或者加入TPP的一个先行作业 或者是一个练兵场 就拿这个 我只会拿这个中有大陆来说 所以在很多地方呢 我们呢 你开放的太少的时候 就注定了你将来 你跟别人的这个FTA的谈判 或TPP 它的这个口一定是开得很小 因为你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开得很大 大家就会看到 原来两岸已经都开得这么大 那么表示呢 在台湾至少在台湾这个部分 我们的范围啊 或者说大概都可以做到这样的 这个状况 所以呢 大家不要说看说 这个好像说这个 因为仇宗反宗 所以就把这个胡茂就反掉 而是要看到 这个是一个 这个等于是一个四金石 是一个练兵场 用这样来看待它的时候 就是说 让台湾能够走进亚太区域经济 能够走进这个世界的这个 这个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个 特别是服务业贸易的这样 所以你在这里面 我们开放业多 也就表示将来你跟别人谈谈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业多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这个老板信仰很大的这样 所以不能说只为了其中呢 这个很少数的这种群体或者是哪个东西来 把这个东西反对掉 那我就说回过头来看 就是这样这样这个案子 江台的这个这个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说 如果院长弄了一下 我说我们真的要的一个立法院院长 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润滑油 我们是要基于 要基于能够让它产生power的这种 所以就是说我就是说它在能够使这个所有这个法案的这种形成或者通过呢 它是有效能的有效率很顺畅的 然后在很正确的这个方向上让它能够通过 这个才是它的最主要的 不是说能够摆平大家所有人这个叫做最好的这样 是是 而是让它的这个法案的这个啊 它的这个这个效能效力提高呢 这个才是它的最重要的任务 好谢谢林介先生 正因为这个福报协议是如此的重要啊 那我想请教一下王玉民委员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这个朝野对于福报协议他本身的的的意见啊 分配是怎么样 我想福报协议的确像刚社长讲的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敲门砖 其实全世界都在看 就是说我们跟大陆签订了这个福报协议 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执行 我们会不会遵守 那老实说当时他送到立法院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争议了 大家会觉得这个已经是成功别人的事项 你现在来逐一审查 然后你当中如果改的乱七八糟 你知道国际怎么看待 那别人以后怎么敢跟我们签任何的协议 想说你跟我签了还不算数啊 你们的这个国会啊 还会再回过头来大笔一辉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信用 其实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考验 所以这是不是要怪行政部门 对不对 事先都不沟通 整个丢到立法院 这个部分的确行政部门对国会的沟通 我觉得这次的确做得太少 所以他们现在做了很多事后不咎的工作 那现在既然朝野协议还达成决议 就是说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主条的审查 而且还要召开16场的公厅会 那我个人很希望说就回到专业本质的讨论 你知道像最近这个马总统跟苏政昌主席 本来是要针对这个事情要继续上辩论 这个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但是你看看这个在业党可以因着说 现在国会动荡什么 其他的任何理由 他现在也不辩论 我的意思就是说 政治干扰我们要让他降到最低 两岸同贸协议 你可以就专业上面大家好好来论表 到底对产业的影响面是什么 正反两方应该就摊开来 让他好好的看清楚 但是就因为这样就做出一个任意性的决定 就说不变了 你知道这很像儿戏吗 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其实是不对的 好那另外一个法案是核四公投 现在撤案 对 好那现在核四不公投 那不公投那大家就更对决了 你要反核四 那继续建还是反 那预算怎么来这些 对我想其实的确这一波的 这个英国国会议长异动 产生的效益 的确我很担心的就是说 他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面 他慢慢开花 那比如说他影响到这个核四 因为原来主题的这个委员 他可能就也被影响了 所以他他就觉得要撤案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大事 那所以譬如说要变论呢 也不变论呢 你知道就是大家会有这些动作出来 这个是比较困扰人的地方 对 那我是期待说即使再怎么动到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行政体系 行政部门该做的事情 就是他其实是稳住我们整个 国家运作其实很重要的鼓励 行政部门一定不受干扰 就是他该做的事情还是继续做 那到国会这边是一个震荡起难面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不可以 让政治干扰程度其实降到最低 就是说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作为立法院 该经的职责该做的事情 可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尽可能该完成的事项 还是得要多少做一点 要不然是全国民众在餐 就是说立法院要成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件之后 大家就都不工作了吗 不开会了吗 我想这是万万不可了 不过我想王委员讲这话 其实是让我们大家心有欺欺啊 因为事实上这段时间立法院 是很低气压的 那所有的委员看到记者就多 能够不讲话就不要讲话 那都有点哀惊勿习 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跟运作 您现在所收听是FM96.7 为您进行的是警报现场 我们接着呢 就想请教一下林介三委员 就是说刚刚所提到 除了我们刚说服貌跟核四 对国家影响重大 另外还有像年金跟税制这些东西 那么要怎么样能够摆脱政党的牵制 能够产生一个共识决 我想就是说这里面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 像年金跟主改这个东西 它涉及到大概都是 还是在分禀的这样的这个礼仪的这个东西 倒是在这个税制跟这个核四 两个就四川重大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不管是核四公投也好 或者是这个税制的改革 它都涉及到了一个道德标准 意识形态 以至于经济现实 就以台湾这样一个错而小岛 我们的这种经济的这种未来 到底在哪里 今天如果说 我在这个能源政策上 我们没有做一个很 不是它的这种各样核四川的安全的问题 而是整个能源的安全的问题 就是说在日本呢 他们在福岛发生这个海啸以后吧 当然这个建制人就马上去把所有核电厂都停掉 停掉以后 又开了 为什么呢 它这个短缺呢 就二十的这个供给量没有 所以就开始呢 包括东京都在里面 每天呢 轮流两个小时停掉 我想两个礼拜不到的这个时间 所有老百姓都受不了 马上就恢复去 所以对台湾的这个前行呢 核四呢 它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其实跟这几个日本的这个前行是一样的 我们根本没有 不像德国这样可以说 从旁边买店的这种状态 第二个呢 在税制的一个部分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我们把企业家精神 把企业资金 把社会资金赶走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呢 等于是削弱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 所以在这个点上呢 一定要再把这个所谓道德标准啊 这个这个的意识形态 跟这个经济现实之间 我们也有一个很理性的这个加剧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好我们时间已经到 尾声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过我想最后还是问两位 一个非常短跟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呃我们老百姓全民所有的听众朋友 应该怎么去监督立法院 监督行政单位啊 不要受到这个政争 或所谓的政党的影响 还是要各自哦 坚守岗位 要不然我们大家国际民生都会受影响 我们每个人一句 好吗 我想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呢 不管谁当院长啊 一定要恢复到集体合议的这种状况 它才会真正有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 不能有在密室协商这种事情 好 我想其实大家可以监督的 我就是说立法院9月10下就开议嘛 那是不是立法院有如期的开议 而且呢 立法院各委员会也应该要开会 要运作 因为现在已经是会议期间 这是根据宪法 9到12月就是立法院该运作的期间 那若是当中有人特意去背隔 用一些呃 莫名其妙的原因 然后去主要开会 我觉得民众应该就是 你是纳税人啊 如果有立法委员该开会不开会 我觉得你可以发出你的声音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其实我想所有的民众都非常的关心 也非常着急 立法院行政院总统府面临这么大的冲击跟震荡之后 怎么样能够重新修补伤口 重新再出发 而不要影响到我们民众的权益 我们都很关心 希望大家都来发挥一点监督的功能 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往好的方向去运作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两位来宾 今日新员我们再会 谢谢 谢谢